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大概中午的时间是12点到1点左右 这里是中山路路 在西门口地铁站村里大概80米 就来到光效路 光效路在南边接着紫巷路 北到光效址 光效址门口是一条静迷路 现在我们就由中山路路向北行 沿着光效址 光效路向光效址方向走 光效址基本上是和海珠北路平行的 是人民路和海珠北路之间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路 靠近中山路路一边 商铺食市多些 靠近光效址和静迷路附近 其他的商铺 就是买一些佛教的用品 和一些吃齋的食肆 但实际上现在都少了很多 因为可能这一两年是受到疫情冲击 另外一个最主要是 可能是受网上的网络销售 取代了很多街铺 因为以前我曾经受了一些佛教的用品 这一条是首选的 一滴过来这里 这叫井边巷 这条巷很像 这这条巷很像 这个是潮天小学 工效校区 看到很多学生在球场的活动 今天应该不是周末和节假日 所以游客也不见到很多,但也有 很多人都莫名而来,高校市或街区 都是游客现本的地方 竹秀河 秀河 有些人 我看妹妹啊 我只要吃個不賣這個 一塊那個也沒啊 我只要吃個不賣這個 也沒啊 這幾間寫著傳統文化諮詢,人事諮詢 應該是算命的店舖,好東西 這幾間店舖,人事諮詢 有一個方法 前面是光孝寺的正宛, 看到很多遊客都可以進去 現在基本上這些旅遊景點都是免費的 第一要做的就是出示健康碼, 還有量一量體溫 做了一下功課, 光孝寺 原來都頗多災多難, 曾經最重要的就是在文革 毀壞得很重要, 燒了很多東西 但是在之前, 其實就在文革初年, 清潑文初那時候 已經不同程度地被佔有, 破壞, 拆了 一直在49年以後, 都被, 都不是, 在民國時期 已經被不同的法官學校, 警監學校, 大學, 中學, 佔用 日本人在投降以後, 又被一些什麼叫二里學院佔用 省藝, 省立藝術專科學校佔用 去到49年以後, 就被不同的那些, 什麼文藝的, 專科學校啊, 學院啊, 後來就去到, 什麼文工團 歌舞團, 話劇團, 不斷佔用 到最後呢, 最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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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幾年, 七幾年, 八幾年, 才是最後 不是啦, 全部都搬走了, 這個, 作為一個, 重新, 一九七四年八月 全面復建圖收出, 九七九年, 由國務院撥款, 修建 八一九八六年, 國務院批准, 合法的宗教活動場所, 並對外開放 八七年, 廣東省文物館, 將江孝子交還給廣東省佛教協會 多再多了 這條是靜維路, 現在我們在廣東行 靜維路呢, 有一條, 東西走向的路, 大約三百幾米 這條路的特色呢, 又主要是一些佛教用品的店舖 但現在看回, 都很多都慣了, 還有一些吃齋的, 一些食肆 現在看回, 都不見到油, 這間是最大的了, 因為看到這間 之前都來過, 買過一些風水的, 但現在如果要買呢 基本上, 人都不需要過來這裏買的了, 基本上在網上購物 都會買到一些, 價錢和理, 質量都可以的, 有些特價用品, 風水用品 只要買一把, 無 нев를, 或買一把, 貨物 好喝的 你不用客氣 這次在外交與自由, 可能會不會太多了 不會太可手了 你不用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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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用客氣 靖蔚路的名字是陸紅紫 原來名字是靖蔚蟬紫 當時民國政府拆了一段靖蔚街西銀行 建成了一段靖蔚路 現在來到可珠北路靖蔚路和可珠北路交界處 今天分享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觀看 多謝你們